影集2049以未来为背景 剧中探讨科技发展 也探讨复杂的人性 非常挑战观众的视觉感官 而剧中饰演新生儿母亲的艺人 邵雨薇 为了诠释这个角色 还开玩笑表示 为了更融入剧中的人物设定 特别借朋友的小孩来抱抱相处 好适应当妈妈的感觉 信任何海马 怀孕秋脑 也跟一般的胎儿不太一样 宝宝未来可能有比较高的犯罪纪律 有多高 甚至75 才刚还人不久 却被诊断心爱的宝贝 未来可能出现偏差行为 这叫妈妈怎么接受 你们到底养大小孩 是为了死牛啊 想要改变预测 只有这个方法 透过科技预测人生 影集2049挑战人性 引发议论 其中一个单元 由艺人邵雨薇 誓言努力成为慈母的家庭主妇 而她更对母亲的角色 做足了功课 找了朋友 抱了他们的孩子走 被预测出来小孩子 是一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妈妈是非常纠结的 因为你在爱她的同时 你可能也会怕她 面对科技的预测结果 信与不信 又是否对人生产生影响 值得反思 我自己本人就会 算命当参考用 我比较不会去太深入的 处在脆弱的状态的时候 因为这个算命说出来这样 然后你就 本来不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默默地 就去了那个方向 迎接2049探讨科技 也挑战人性 同时也要反思 科技对人类的影响 解采平章节台北财富报导